黑外套骑士先经过 后方机车也想跟着超车 突然急杀 连人带机车往左倒下去 还擦撞到路边开单中的收费员 害得收费员机车倒地 人也往前扑倒 幸好两人都能站起来 没有受伤 意外地点在台中市西屯区 文心路三段 这边路边停车阁 都有收费员像这样骑车开单 当时被擦撞的收费员 是委外厂商 出事后也有及时回报给主管单位 我们的收费管理员 因为他自己有全额的保险 他都没有问题 然后他反而问他说 你要不要报警 然后那提示跟他讲说 不用没有关系 这个都不用 他是他自衰不用报警这样 收费员骑车开单 且走且停 交通部已经规划 将他们也纳入 道案规则第一一三条里 执行任务车辆不受 禁止临停 处所不得停车的规范 收费员执行公务 除了得穿反光背心 戴安全帽 为了收费效率 只能边骑车边开单 交通局说没有违规 但的确存在风险 为了收费员的安全 目前也试办地磁开单 减少他们停留在路中工作时间 这是传统的那个 可能这里要好几个 对 那在勾的时候 那个停管员就要 在车子的旁边 然后在这里盖章 车子旁边工作的时间 就比较久 那现在新的地磁单 他只要第一次的时候 去输入这个车牌号码 接下来就是给系统去感应 不同于传统停车收费单 地磁收费单上只需要收费 圆开第一小时的停车时间 再来就是靠地磁感应 确认汽机车何时离开 停多久 最后再让车主照时数去缴费 TVBS新闻 吕正成 无数品红彩轮 台中采访报道 祝福大家一步一脚印 希望都能够轻盈自在 如虎便宜 开始新的计划 好好享受你的人生 无论我是虎了 我是新闻当心 我属虎 虎年就要像老虎一样 站出来就有花气 茄子站 武坚勤 高尔轩 十九组大咖 亲笔祝福 快上TVBS官网抢啊